熱熔熔 春秋風浪 馮光山一年一度禪盡共修 聖燈祈福法會 在大雄寶殿莊嚴展開 在法會開始前 熱力四射的歌詠李讚 也讓台下信眾聽得陶醉 人間音源這個演唱 可以說是大師當時 對於人間音源的詞 跟譜的曲 非常的優美 所以大師對人間佛教 可以說是用經典很簡單話 用畫作為人間音源 來實踐我們的人間佛教 一個永恆的心 此心悲願遍不人間 佛王青年用手演出 法音線 意義一顆永恆的心 不僅是為了感謝常駐的用心 也是為了緬懷幸運大師 對佛王青年而言 透過演出將歡喜帶給他人 是他們最大的收穫 在編永恆的心這首歌呢 我們的青年是考據大師過去的照片 然後去想像我們跟大師 在跳舞的那個樣子 會還蠻感動的 尤其是我們在這樣子用舞蹈 傳遞一個心與雲的感覺 要傳遞給五大洲這樣 我們希望我們這次所有佛王青年來自北中南 還有我們桃竹苗區的所有佛王青年 可以帶給我們今天所有與會 參與禪共秀的法會 大家可以有法系充滿的一天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 因為其實青年已經兩三年沒有回來表演 參與演出了 所以當然在表演上會花蠻多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早上九點鐘 就召集大家集合 就希望在參禪共秀的時候 能有最好的表現給大眾 翔龍獻銳 好運年年 起航 龍天復佑 不僅有動人的音樂法會即將結束時 為了響應龍年在大雄寶殿前 特別演出龍天復佑 和以往不同的事 巨龍在大雄寶殿緩緩上空 和法會的莊嚴相互揮應十分動人 真的在整個禪盡共秀之後 佛王山特別也把這個飛龍帶出來 然後抑鬱著新的一年 如飛龍在天得到龍天的護佑 那麼每一個人在這種欣喜當中 也得到滿滿的這種法喜 佛王山一年一度的現登祈福法會圓滿落幕 佛王山開山祖師信雲大師為了帶給人們歡喜 讓有本莊嚴的法會 因為現意多了幾分活潑和熱鬧 讓信眾在用心助導的當下 是聽覺上演的獲得滿足 實現人間佛教的偉大精神 人間威事網上一高雄彩虹報導